因為很多人有時候兩三個來諮詢嘛 那有時候諮詢到補臉 然後就看到一個很瘦的 然後另外一個比較胖一點的就說 那你拿我的去補他 很多都會這樣 可是不行啦 脂肪它會辨別是不是自己的 如果是補別人的 那你的臉就會爛掉 補胸胸會爛掉 補胸胸會爛掉 你農我農 你的問題我最懂 大家好 我是精華醫美整形外科 称為農醫師 那這集是講有關 補脂補臉的問題 Q&A 好啊 來吧 問我 這個問題幾乎每個人都會問 如果是補局部 一個部位那種的 或者是兩個部位那種的 也許就是OK 可是當你補全臉 我的補的量會比較多的時候 確實會比較腫 尤其是前兩天到前三天 會稍微腫一點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請假好好的休息 那我會建議三天 比如說你禮拜五開刀 那你那天休息嘛 那就五六日 這三天真的好好休息 你可以喝一些消水腫的 比如說紅豆水啦 五公草啦 玉米鬚茶啦 或者是你有一些比較特殊偏方啊 比較溫和的 要溫和的 不要一些很奇怪的 大概第三天或第四天去上班 應該要沒有問題才對 因為他只是腫 他不會影響到任何的器官 或任何的你看東西啦 或者是影響你上班啊 他不會 他也許你只是怕同事發現 那當然你可以偽裝嘛 比如說戴口罩 戴眼鏡 戴帽子 那就比較沒問題 戴帽子要小心啊 很多客人幾乎都會戴帽子 可是帽子一定要鬆鬆的 你帽子不要剛好壓到你的額頭 這個勒痕是不OK的 有些客人真的請一個禮拜 我覺得太久了 你在家裡會太無聊 每天會照鏡子 那不OK啦 不需要 我覺得抽脂的地方會比較會痛 也會酸 補臉的部分是不會啦 因為皮膚被撐起來嘛 脂肪補進去 這個填補的動作你就會 有腫脹感 可是不會痛 目前我沒有被抱怨過痛 那拆完線之後好了 是沒有傷口的 所以補脂是沒有傷口的 不用擔心你有卸足腫體質 這個傷口一個孔洞 不會讓你有任何的問題 再臉是不可能有的 不用擔心 手術很多都會這樣問 我是覺得都沒有差啦 其實 因為你是恆溫的嘛 人的體溫是一樣的嘛 除非你今天做完補脂 台灣下雪 你跑到外面躺在雪地上面 躺兩天 那當然就存活率就很差嘛 因為你就凍傷了 脂肪在你的體內是恆溫的 它不會影響 反而是你有沒有抽菸 你有沒有去照顧它 也不要一直熬夜 那你可能要開始多吃一點東西 要愛護自己 去保護它 不要去擠壓它 不要睡覺的時候 躺在什麼石頭旁邊 之類的 那就不行嘛 你壓著它 那脂肪可能真的會死掉 因為它不會長 我覺得沒有分什麼天啊 就是冬天夏天 什麼時候做都一樣 因為脂肪有生長一直有幹細胞 它又是你自己的東西 它會比較滋潤 所以一般補脂的效果 有一點是皮膚會變好 那你說會不會遇到 有人變過敏性肌膚 我是沒有遇過啦 不過我有遇過 在初期大概在兩個禮拜 或一個月內 很容易長痘痘 比如說額頭 下巴 那其實就是清潔就好了 你保持乾淨 基本上它就會過了 那我覺得有時候是脂肪 因為真的比較油啦 那你可能吃東西也是比較營養嘛 那有可能會產生這個反應 可是也是少數啦 一般沒有太大的問題 因為很多人有時候兩三個來諮詢嘛 那有時候諮詢到補臉 然後就看到一個很瘦的 然後另外一個比較胖一點的就說 那你拿我的去補他 很多都會這樣 可是不行啦 脂肪它會辨別是不是自己的 如果是補別人的 那你的臉就會爛掉 補胸胸會爛掉 補胸胸會爛掉 因為它排斥嘛 排斥脂肪就會死掉就會爛掉 然後是真的就會感染 就會壞死 我補過最瘦的大概是38公斤 可是再往下我覺得不可能的啦 原因是因為第一個取脂男 第二個是我補了 你存活率不一定好 因為你本身就瘦嘛 你又胖不起來 所以一般我覺得效果不錯的 大概是45公斤以上 甚至50幾出60 那種存活率就爆好了 所以我會建議38公斤以下的 可以考慮微整啦 因為微整沒有存活率問題嘛 它只有吸收率的問題 要不然脂肪過程比較辛苦嘛 然後你又要去養它 然後到頭來又沒了 那心情會不好 你不好我也不好 所以沒有必要 這個也蠻多人問的 因為現在綁牙套的人很多嘛 我正在矯正有沒有影響 或者是我再來要矯正了有沒有影響 其實沒有影響 因為我會按照你現在的臉型去做改變 而且是讓你變好看嘛 所以你就算矯正 你只會變更好看嘛 除非那個矯正醫師矯正完不好看 那當然我也沒辦法 可是一般都是越來越好看嘛 不會因為矯正的變化而影響到我的手術 我覺得不衝突啦 應該是這樣講 補完之後覺得補太多 那真的就比較麻煩 有人會來問啦 比如說額頭補的很奇怪 或者是眼窩補太多太拋 或者是補在眼下 會有條狀感克力感 或摸得到 所以這些問題就可以讓我們知道 補池真的要很小心 不是亂補補多就好 你要補對量 也要補對地方 也要補對深度 因為我自己本身老實說 我素錢會溝通好 這些問題不會遇到 那如果真的遇到這個問題怎麼辦 比如說你蘋果肌補太多 你真的不喜歡 你就冰敷它 壓它 如果它過了一兩年 也許它就不會有改變 可能可以考慮電波 我可能可以在那個地方做加強 看脂肪會不會溶掉 眼窩我有遇過 那可以開雙MP進去把它消保 眼下 去找別人吧 頂多打小指針試試看 而且打很低濃度的小指針試試看 這個要好好討論 而且錢要怎麼收 你真的看這個影片又有這個問題 你可以來找我討論 反正諮詢不用錢 至少我可以跟你講 有些方式可以試試看 那我也願意幫你處理 那處理的過程 我是希望完全沒有傷口 沒有修復期 也沒有對你造成任何的 更嚴重的傷害 我覺得這是原則 在這個原則前提下 我什麼方式都願意試試看 看能不能改善 這個是屬於併發症 那當然微整也一大堆 類似像這種的 所以我們手術或做微整 就是真的要小心 就是主要就是要避免 類似的情況發生 如果是我來補是不會有 因為我們基本上就是要補順 因為我們是用脂肪腔 而且補的量很均勻 每一層都分布的很好 那基本上存活率就是平均的 它不太會有這個問題發生 那你說如果是質詢來的 有凹凸不平怎麼辦 那有時候可以用玻尿酸去改善 如果只有幾個點 那很簡單 如果是大片的 那我們也可以用脂肪去修飾 很多方式啊 可是就是還是要看到為主 因為有時候 你在網路上存照片來 那個線上質詢照片拍都不準 所以有時候還是要來現場看 那個才是最準的 而且有時候要摸的 或者是看不同角度啊等等 一般我是抓三個月啦 大概就差不多定型了 訴前不管我講解的多詳細哦 不管我秀多少案例哦 幾乎所有人都有一樣的過渡期 就是你剛補完會很腫 怎麼臉變那麼膨 瘀青或什麼的 然後開始削 不要再削了 怎麼怎麼削那麼快 是不是我存活率不好 然後最後就OK啦 都會有這個過渡期啦 所以我才跟客人講 你不要請假請太久 你不要每天照鏡子 那不OK啦 我覺得做完手術 尤其是醫美的 你就回歸正常生活嘛 你上班就上班啊 你帶小孩就帶小孩 你要幹嘛就幹嘛 你就不要去想這個手術的事情 他自己會修復 那過渡期雖然會比較不好看 可是好的好看才是重點 哦 這問題不錯 因為現在補過臉 或補過微診的很多嘛 當然第一個要看什麼微診 如果是玻尿酸 那量非常少 甚至摸不到的那種 或者是已經不見了 那就沒問題 我們可以補紙 可是如果是摸得到的 看得出來的 有點藍藍的透明的 Tintle effect都有的 比如說在類勾蘋果肌最多嘛 那我會建議先把它降掉 我們會用消腫針把它降掉 如果你打算要補紙啊 如果當然你要補玻尿酸 那就繼續補嘛 可是有人不喜歡那個感覺啊 就是整臉都是玻尿酸的臉 看起來是種種的 就是比較不自然 那當然可以把它降掉之後再補紙 那絕對沒問題 如果像夫妻公 額頭 量很大的 玻尿酸 那也要降掉 可是像是Sculptra Radius 或Elance 那個就不影響補紙啊 其實 如果同時降同時補 我比較不建議 比如說 你今天來質詢我 然後你確定要降解 那我幫你降完之後 下個禮拜我會看你的樣子 那應該都 腫都消了 我補的量就會抓剛好 那如果你下禮拜回來 哇 蘋果肌完全塌了 那我們就知道你之前補的 是真的玻尿酸 那我就會去抓 你喜歡的樣子給你 一般很多微整的 最後都會換成脂肪 因為我的原則還是覺得 用自己的東西還是最好啦 因為脂肪 它沒什麼副作用 它就是你自己的 那它是最自然的 最天然的 而且沒有傷口 你的皮膚也會相對變好 所以我還是蠻推脂肪的 可是我不排斥微整 你說玻尿酸那些的 也有它的效果在的 如果喜歡的話 請按讚訂閱跟分享 你可以在下方留言 隨便你要留什麼都可以 我會回答 好謝謝